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预计我们今年整个烧饼行业的产生 我们费量要超过十一 华地请来一班练丹工人 在练那个不老圣诞 这是刚好在饭碟的时候 有一位工人在烙饼 把这个饼贴到炉币上面 烤出来还很不错 玫瑰回来就那个香味从龙碧里面飘出来 其他工人都闻到了 都跑过来 它什么东西这么香 一个一个都过来都尝了 进一烧饼就是这样来的 最传统的口味就是梅干菜跟肉 这种梅干菜是我们经过我们自己经营本土腌制 然后再煞还有精温好几道工序才完成的 那么哭 and głuprecht 和儿提จ 金目 就我再给你 鱼心寒的小笼包 销量最大的是黄泽豆腐包 这是盛州小笼包的一大特色 爷爷做豆腐包时用的是粗豆腐 鱼心寒进行了改良 选用当地的内脂豆腐 把猪后腿肉剁碎和豆腐搅拌一起 为了尽量保持原味 调料相对简单 只放味精 蚝油 辣酱和熟菜籽油 爷爷流传下来的手艺 肉要先进行腌制 再和豆腐拌在一起 这也是黄泽豆腐包的传统做法 这样做出来的豆腐包 腌制的肉味偏重 鱼心寒就尝试着改变爷爷的手艺 用鲜肉活馅 重点突出豆腐 却又能吃出肉的鲜 他又从女孩不喜欢肥腻的角度考虑 避免使用肥肉 所以这才选用了猪后腿肉 改良后的豆腐包赢得了小镇人的喜爱 鱼心寒把这种方法告诉了叔叔 但叔叔依然坚持使用爷爷传承下来的腌肉方法 包子皮软硬得当 全靠多年手感经验 太硬不好吃 太软 包子没行 和面十分钟 饧面十五分钟 每次和面不能多 以防没来得及用完 导致面发酵 影响口感 活好的面揪成小剂子 大小均匀 全靠长久锻炼出来的经验 豆腐包的死面皮 不同肉包的发面皮 一定要薄 还要注意不能破 鱼心寒尽量把控 每张面皮厚度要均匀 避免厚薄不一 每天赶七八百张 鱼心寒的手指螺纹膜的 早已看不清楚 方莉莉是鱼心寒的闺蜜 父母一直希望她能有份稳定的工作 但是她却辞掉工作 学起了做小笼包 开明的父母 开明的父母没有阻拦 而是把家里的积蓄拿出来 支持了女儿的选择 鱼心寒继承爷爷的事业 开的是门店 方莉莉没有开门店 而是开启了一个小笼包公司 主要通过网络冷冻销售 豆腐包刚出笼时最好吃 必须现蒸现卖 每次提前包好食笼 二十分钟内必须蒸掉 豆腐包三分钟即可蒸熟 所以客人吃到的都是刚出笼的包子 刚出笼的豆腐包 像吹足的气球 饱满充盈 但很快就会塌陷下去 所以必须赶快吃口味最好 一口下去 皮薄但却筋道 豆腐馅一满全口 汤汁顺喉而下 盛州人喜欢把包子称作馒头 豆腐包也就称作豆腐馒头 这同样是盛州人永远的最爱 盛州小吃除了炒年糕 炸面和小笼包之外 还有一道当地人非常钟爱的美食 糟肉 炒年糕中就经常会用到糟肉 早年间一道腊月天气寒冷 忙活了一年的人们 有了空闲时间开始做糟肉 弥补一年的辛劳 尤其临近春节像办年货一样 每家都会做上一些 来来来来来 来 黑衣子 炸点食物 这个样子 这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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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在池塘里长大的 它的活动量大 肉特别的紧致 吃起来的肉感特别好 糟肉是把白水煮过的肉类 用酒糟制成的冷食 鸡 鸭 猪均可糟 常年经验 魏燕萍掌握了食材的选择 要选七个月的鸡 八个月的鸭 一年的猪 这个没这个好 我觉得 这个就不用了吧 像这个有那个黑的 感觉要结实一点 大一点的 这个羽毛特别好 这个还要重大一点 这个还要大概七八个月也有了 这个杂质多斤了 这小杂质都有了呢 正宗的竹缘鸡 那这样的再扎几个 都挺好的 魏燕萍是盛州市甘霖镇人 人们喜欢叫她胖婆 她不但不介意 还欣然接受 处理好的鸡 鸭和大块猪肉 放锅中焯水 去脏和血水 水中只放生姜和料酒去腥 焯水后捞出 在清水中冲洗干净 再次放入锅中 正式大火煮 肉煮熟即可 不可以煮太久 否则太熟 遭出的肉缺少嚼劲 煮熟后的肉 均匀地抹上食盐 等温度降低 方可装灌 魏燕萍小时候 因为家境一般 从小就跟着父母贩卖酱菜 初中毕与年轻较劲 初中毕业后没再读书 二十三岁结婚 和爱人一起全身心售卖起了熟食 后来才开始做起了糟肉 收入还不错 小日子 小日子越过越红火 选酒糟非常关键 魏燕萍萍 魏燕萍有着自己的独到经验 酒糟的色泽 粘线 味道的厚重轻薄 有严格的选择标准 选好的酒糟 仔细装罐封存 以备随时使用 五年以上沉糟 用纱布袋装起 避免和肉粘连 把桃罐完全清洁并干燥 在罐底先铺第一袋酒糟 上面摆上一层猪肉压实 猪肉上面铺第二袋酒糟 再放一层鸡肉压实 然后铺第三袋酒糟 上面放鸭肉 同样要压实 最后 罐口铺上第四袋酒糟 装满封口 用泥封盐 鸡鸭猪三层肉 被四层酒糟裹挟 酒糟激发肉的活性 味道相互渗透 魏雁平把糟字贴在罐子上 贴得那么认真 仔细 这也符合他一直以来 做事的细致 执着 一个糟字 既是对一罐罐糟肉的希望 也寄托着魏雁平夫妇 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期盼 做糟肉的时间不可太久 七到十五天即可 太久 糟味太重 影响口感 开罐后的糟肉 鲜香油亮 鸡鸭猪肉 三者味道相互融合 不浓不淡的酒糟香味 完全渗透 四处弥漫扑鼻 禁不住让人垂涎欲低 食欲大增 和湿糟不同 盛州糟肉属于干糟法 干糟的肉既可直接食用 也可蒸炒 盛州小吃三宝的炒年糕炸面 配上糟肉 可谓一绝 无论走到世界任何角落 温州人对海有着永远无法改变的执念 尤其渔民的子女 大到出海打鱼 小到海钓或下鱼笼 都有着浓浓的情感 奥美高 来了 八爪鱼啊 来八爪鱼了 帮我撐开一下啊 这是八爪鱼 八爪鱼的大王啊 被我逮到了啊 OK 庄渐静 大海弄潮儿 头一天鱼笼下到水底 第二天来收笼 他喜欢并尽情享受这种生活 还经常把捕鱼过程进行网络直播 网络的普及 信息传达的讯解 让很多喜欢海上捕鱼和海上钓鱼的人 认识并主动联系他 也让他结识了很多朋友 带来不错的收入 再上好货 梦鱼梦鱼啊 漂亮吗 这个梦鱼 这条梦鱼很漂亮的 漂亮 它是人精鸡瓶 一条骨头的 很好吃的 伴随着当地政府对海洋的保护 海水在逐渐恢复往年的碧蓝 庄渐静深爱故乡的大海 深爱海上捕鱼的快乐 它的快乐也感染着每一位它的观众 高远的天空 清澈的海水 一切都那么美好 这个梦鱼梦鱼 创造奇迹的时刻来了 全都是 可以 这个位置不错 不能被它咬到 咬到就完了 不要太狡猾了 此时正是油眸肥美季节 庄渐静今天收获颇丰 捉到了几只野生油眸 无论是出售还是自己食用 都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 巨猿青蟹 巨猿青蟹 古称油眸 体型巨大 性情凶猛 喜欢栖息在盐度稍高的大洋性水域 以鱼 虾 贝类为食 白天徐居 晚间活动觅食 鲜美的肉质 让品尝过的人再也难以割舍 也使其价格倍增 莫说野生 即便养殖也供不应求 它也成为小横闯岛养殖业的支柱之一 这是母的 这是妈妈 这个是孩子 妈妈 这真的是妈妈 要么是奶奶几的 妈妈带着孩子 你看 朝上朝上 这个看 这个大 这么大 小横闯岛因交通不便 不少岛民都已经搬离 留守在岛上的大多是老人 他们对岛上生活有着深厚的感情 荒芜的院落 藤万爬墙 海风吹拂 海低蔓延 贪图 跳跳鱼 活跃的小螃蟹 充满生机 如今的小横闯岛 显然成为一处原始朴素的游玩好去处 小横闯岛村委会根据自身特点成立了经济合作社 大力发展旅游和经济 油谋养殖给村里带来不错的收入 油谋的外壳不能随着身体的长大而扩大 会根据生长而脱壳 脱壳之前 他们先将硬壳中的碳酸钙吸收到体液中 当壳里长出一层柔软的皱褶后 旧壳裂开脱落 身体再将皱褶撑开成心壳 注入碳酸钙使其硬化 清明节到中秋节之间 油谋生长速度很快 半个月就要脱壳一次壳 刚脱壳的油谋 壳非常柔软 轻轻按压 富有弹性 此时味道最鲜美 中秋将至 陈中陈王丹夫妇 挑选了个头最大的油谋 去看望恩师 师徒朋友相聚 有说不够的情谊 其乐融融 宋师傅的油谋 也将制作成一道名菜 芙蓉油谋 language 姐妹 跟历社 油谋 控制 、盐 nurse 酱 把油毛清洗干净 揭掉外壳去掉脏污 剁下大熬 将身体中间对半剖开 再各切分成三块 切好后摆入盘中 拼成原来的模样 打四个鸡蛋搅拌成蛋液 鸡蛋比较鲜 不需要加味精 只加点盐即可 倒入适量温水 继续搅拌 温水的多少 决定鸡蛋的柔嫩度 把油毛保持圆形 小心倒入蛋液 放入蒸锅 大火蒸制 15分钟后便可蒸熟 淋入酱油 撒入葱花 调色调味 浙江泰州 地处中国黄金 与新海岸线中断 丰沛的阳光和雨水 造就了山海物产的丰饶 伊山临海水穿成过 山珍与海味在小城相遇 演绎出独特的台州风味 一句满帅真修 甲天下 一弯海产先千年 倒进了台州美食的山海风情 不屈不挠的坚韧 依山而生 开拓创新的勇气 临海而长 小城在岁月变迁中 见证了台州人的拼搏进去 与百折不回 海风回荡 夜晚降临 渔民老林登上渔船 与同伴一起 为即将到来的出海 忙碌准备着 热切心情与寒冷海风对抗 经验丰富的渔民 在月色中迎来了 与海洋的又一场较量 你往了 鱼网拉起 银白满仓 晨曦笼罩下 最后一网鱼脱离海水 细密紧实的鱼鳞闪烁着亮光 而在满满当当的银白中 几道金黄色的身影 吸引了船上所有人的视线 泰州有关石令鲜味的民谣 耳熟能详 其中一具九月黄鱼 不家不中的黄鱼 指的就是这种通体金黄的鱼 不喜光的大黄鱼 常年生活在海底 只有鱼汛上涌时 才会自深海往沿岸近海靠近 数量稀少且极难捕捞 出海前的愿望得到完满的回应 老林的脸上也挂上了轻松的笑意 夜晚的忙碌已经过去 到了渔船归岗的时间 这种外表金黄的鱼类 不仅是泰州人的家常便饭里 一桌好菜的标志 更是酒桌宴席上 必不可少的鸭桌大菜 在风味的世界里 中国人从来不会拘泥于食材本身的形态 浙江省兰西市张林村 代代相传的豆腐房中 陈友红正在检查前一晚浸泡的大豆 此时的大豆饱满光滑 吸足水分 以准备好进行下一阶段的进化 千章是兰西人对大豆最经典的诠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树造耗时 却是大豆华美变身的重要一环 香浓的豆浆沿着纱布底端鼓鼓流出 过滤加热后的豆浆 加入盐卤快速搅拌 蛋白质在盐卤的作用下与水分离后发生凝聚 豆腐因此形成 接下来的压制定型是豆腐化身千章的关键 一层浆一层纱一层纱布 在特制的木格子中最多可以堆起三十多层 压上重物挤去其中多余的水分 这一步被称为压浆 十二分钟 陈友红把压浆时间把控的恰到好处 轻轻接下签章 柔韧均匀 豆香醇厚 我家的话从我他奶奶手上就开始做签章 到我这里的话已经有五代了 有百年的历史 蓝锡签章 柔软韧滑 酒煮不烂 用来搭配咸香浓郁的铜骨砂锅再合适不过 铜骨及猪腿骨 中间的骨髓含有丰富的骨胶原 熬出来的汤味道纯香浓厚 加入胡椒 草果 肉蔻等香料 增加复合味道 经过四个小时的漫长熬煮 吸出的油脂让骨汤变得浓白 笋干和盐的加入 垫垫骨汤咸香的计调 将新鲜山切丝铺在骨汤之上 再次熬煮一小时 这份铜骨砂锅终于制作完成 来尝尝我的手艺 好嘞 炖了好几个小时了 微微沸腾的骨汤中 骨肉软烂咸香 千张清香柔韧 豆类独特的清香 中和了骨汤的咸腻 实现滋味的互补平衡 一斤面粉加那个盐 像今天的天气是加午前 因为天气热的话盐要多一点 天气凉的话盐要小加 因为我们这个面的筋头就是靠盐 揉面揉好以后是第一步工夫 就做成像一个大馒头 剪一下 7月3日 以前我们一直传下来 涂索面就是这样编上去 涂索面就是这样 一下一下锁上去叫涂索面 我们整个村有400多家会做 最近要提到涂索面 就是我们探团涂索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